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起凶杀暗时的这里歌舞生平之地逐渐被恐怖的阴霾所笼罩 今天我也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美国的历史上 杀人数量最多的那个连环杀手 家里利其为 这个小个子的男人在初次杀死一名妓女之后 内心就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迅速演化成了一种扭曲的变态存在感 获得路径 从此他就深深地染上了猎杀女性的快感 在这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一共杀害了48名女性 而就近抛尸在西雅图市的绿河里面 同时 侦破这起事件的曲折程度也是令人咋舌 20年来警方一直追查此案 先后追查了4.7万条线索之多 调查了超过4000名嫌疑人 但是都没抓住凶手 一直到20年后真相才大摆于天下 这也在美国社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轰动与震荡 我们把时间倒回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 位于西雅图塔的99号公路两侧有着诸多的酒吧跟廉价旅馆 酒吧里的托衣五娘用年轻风营的肉体去吸引客源 再将客人带到旅馆去享受一刻春宵 这些原本眼没在地下的皮肉生意带动了整条交通要道的兴隆 甚至连公路都被戏称是叫托衣五街 1982年8月15号 一名中年男子在绿河泛州 这本是他每周可以说最放松的时刻 所以当看到河面上突然扶起一件人类手臂的时候 甚至他还以为那只是两具被丢弃的人体模型 随着小船不断的接近 于是他试图用木杆上去戳台 这一戳不要紧 失去平衡的橡皮铁一下子侧翻了 罗伯特正好就跌在这具尸体身边 当一双恐怖的眼睛死死盯着他时 他才感觉到头皮发麻 因为那不是人体模型 而是三具赤身裸体的女尸 很快警方赶到现场查明了尸体的身份 他们分别是16岁的奥帕尔 17岁的辛西亚和31岁的玛莎 这三名女性之间相互并不认识 没有什么联系 唯一的共同点是 他们都是附近托衣五街上的武技 死因都是被勒死 死前都有过性行为 随着调查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 姓名被写在警方的刑侦档案里 从1982年下到1983年初下 警方已经从特衣五街附近的绿河 还有这个附近的灌木丛当中 找到了超过26具的尸体 天底下哪有那么多的巧合呢 警方很快就意识到 这些失踪女孩的背后 一定就隐藏着一个极其变态恐怖的连环杀手 1983年的5月 当地一名居民在森林里采蘑菇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21岁女孩卡罗尔的尸体 而尸体上盖着一个黄色的纸袋子 揭开纸袋子 上面赫然放着一张西雅图时报 看有警方被绿河悬案所困扰 这样的报道 卡罗尔被鱼线勒死 而脖子跟肩膀上分别放着一条鲑鱼 腹部两边还放着一个酒瓶尸体的周边 则放着一堆香肠 警方推测说这个奇怪的布置的场景 很有可能是对圣经中最后晚餐的一个扭曲 他们推测凶手布置这样的场景 正是对他们发起的挑衅 而正当这样恐怖的黑色迷雾 在整条脱衣舞街开始迅速蔓延之时 这样血腥的杀戮却戛然而止 时间到了1984年的夏天 也就是被发现死者开始达到了40余人的时候 凶犯却突然凭空消失于人间 就好像撒旦玩腻了这场游戏 开始去别的地方寻找乐子了 凭借着警案探员们以往的经验来看 这对于连环杀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就像吸食海洛因的尹君子 怎么可能轻易的就凭个人的意志突然就戒毒成功呢 并且保证不再复兴呢 这名无名杀手的杀人记录 在1984年突然终止 也就是只集中作案两年的时间 但是几乎与此同时 加拿大温哥华却开始接连出现了女性失踪案 接连出现失踪人数多达45人 而且这些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 他们全都是性工作者 话说回来 其实这个绿合杀手的作案手法 也没什么特别离奇之处 他几乎每次都是开着车 在拖一五街上四处游荡去寻找目标 一旦锁定了对象 就以性交易名义 把他们引入陷阱 跟他们发生关系 在过程当中掐住他们的喉咙 事后再很随意的把他们的尸体丢掉 正因为这样 警方反倒是几近崩溃 对他们无能的愤怒声讨 几乎要把他们淹没了 这个嚣张的凶手突然销声匿迹 案件却毫无进展 专案组甚至还派出了女特工 乔装打扮成妓女的样子 试图去引诱凶手露面 但是同样一无所获 时间到了1984年 第34名受害者马力被发现 连环凶杀案的侦破开始出现转机 这一次警方破天荒的找到了一名 目击证人 马力的男友告诉警方 他最后一次看见马力的时候 他正登上一辆轻型小货车 而那辆车的车主是当地的一名 游七公名叫李七伯 而男友当时是一头雾水 但是反应很快 他迅速上了自己的车室 一路尾随而去 然而很可惜 车子在左拐过一个红绿灯的时候 他就跟丢了 根据这名男友的报案警察 也很快找到了这辆皮卡车 他就停在离这个拖衣五街不远的 一栋小平房的门前 可是打开门 出现接受警察盘问的司机 外形却格外的普通 他中等身材 留着小胡子 气质非常的温和 举止更是彬彬有礼 甚至周身透着一种 令人非常愉悦的这种亲切感 这名司机 他就是一个汽车游七公 他坚称说 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玛利亚 但是尽管如此 此时毫无其他任何线索的警方 还是把他列入为嫌疑人的行列 对他进行了首次审讯 警方的记录还显示 在其他几名妓女失踪地附近 也发现过李其为的这个汽车 这也表明 他们在失踪前 极有可能也和李其为碰过面 警方用测谎仪 对李其为进行了测谎 还搜查了他的住所 并采集了他的唾液和头发的样本 不过当时这个DNA技术还不成熟 警方没有能够找到有利的证据 最后把李其为给释放了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当时放走的 正是绿河案的凶手李其为 而这一次判断失误 再次威胁到了无数女性的生命 时间转眼就来到了2001年的4月 雷切特出任了警察局的局长 他重新调牌人马 发誓 绿河悬案不破 他就辞职 通过案发时间等排查 雷切特判定 这个李其为作案嫌疑还是最大的 因为当时DNA比对检测技术 已经非常成熟 广泛用于了刑事侦查 雷切特将三份分别从受害者尸体上 搜集到的精液连同李其为的 这个拖液样本 再次交给华盛顿国家罪行实验室 去检测 到了9月的一天 同事将装有DNA检测结果的信封 递交给雷切特 还没有打开之前 他就问 是李其为 对吗 再得到了肯定回答之后 雷切特和在场的所有警官 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DNA比对结果显示 拓液跟精液的图谱是完全吻合 凶手就是李其为 而当时他已经是一名计算机公司的 高级工程师 此时52岁的加里李其为被捕 一直令警察感到迷惑的是 他面向敦厚 戴着一副眼镜 身材微胖 看起来是人畜无害 笑容也很腼腆 与警方一样迷惑的 还有加里李其为当时的妻子 朱迪斯 打死他都不相信 自己相濡以沫十年的丈夫 就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绿盒魔鬼 在朱迪斯的眼中 加里李其为可谓是标准的那个完美老公 二人相识于1985年 当时朱迪斯其实已经离婚 带着女儿独自生活 而家里的这个和善体贴 让他产生了好感 要知道 一位喜欢乡村音乐 会跳舞 从来都没发过脾气 红过脸的好好先生 就这样从天而降 对他来说 那简直就是上帝的恩慈 而犯罪心理学家可不这么想 随着侦破技术的进步 一些研究成果指向了 另外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躲得过测谎仪 并且看起来无辜 这两件事 恰好证明了 这名罪犯 毫无良知跟道德底线 以及回忆 他缺乏最起码的共情能力 李其为是一个典型的 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连环杀手 通常这种反社会行为模式 都是始于童年 而且会随着时间而定型和加重 所以从表面上看 李其为像所有人一样 是正常成长的 在校期间话不多 很温和 容易被无视 但是私底下 他去纵火杀猫猎迹斑斑 16岁的时候 他还刺伤过一个只有6岁的小男孩 他用小刀捅进男孩的身体 受害者和李其为在事后回忆说 刺伤男孩之后 李其为大笑着就那样走开了 他说 我真想知道杀人是什么滋味 这不仅是反社会人格的体现 也说明连环杀手 内在幻想 在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 而另外从犯罪过程来看 李其为对于警方的蔑视 也是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一个佐证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 智商只有82岁的他 还有一个控制欲极其强烈的母亲 并且母亲经常用言语侮辱他 很有可能是这一点 让他内心对于女性也产生了巨大的 这种排斥感跟无力感 所以当他发现杀死女性可以让他内在 感觉到一丝前所未有的这种 控制欲得到释放的时候 开始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时间到了2003年 面对铁证如山的李其为 他提出了一个认罪条件 就是如果能把死刑改为终身监禁 他就说出真相 为了给死者陈元昭雪 检方也不得不硬着头皮答应了他 可以说这是在美国犯罪史上 绝无仅有的一次审判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 用杀人不用偿命的方式去追寻一个公道 或许在最后双方僵持的阶段 检方做出让步 在李其为看来 这也是规则对他的臣服 法庭上受害者的亲属 听着李其为的供述 在想起自己失去的亲人 很多人都是泪流满面 而聪明昭著的绿盒杀手 站在被告席上 当时是表情坦然 在说了自己整整48次 我有罪之后 李其为被判了48次的终生监禁 永远都不得假释 而绿盒连环杀人案 也由此终结 人们的生活再次回归瓶颈 事实上 美国的绿盒杀手 跟中国的白银杀人魔 其实有一些高度相似的地方 他们都是在大白天 堂而皇之的行凶 也都是在案发之后 几十年才落网 而最可怕的是 无论是李其为还是白银杀人魔 高长勇 在落网之前都过着 跟正常人无异的生活 身边的人全都不相信 他们就是那个杀人魔 因为所有人对他们的评价 都非常一致 那就是勤恳老实 值得信赖 人性宛如深渊 每一次凝望 都需要莫大的勇气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西奇 我是老超 我们下期再见